好,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这个Zabix它全网监控的一个实施方案 首先我们要了解先从一个叫硬件监控的角度去考虑 那这个Zabix它自带的模板就已经提供了主要的一些监控 那我们点击配置,然后模板 然后我们就是找到一个名称叫做Linux OS Template 这没有是吧,叫链接的模板 来,我们在这儿找到一台机器 你看一下它的监控像 监控像它自带的模板 我找到一台机器,找到它的模板 它的模板像这个OS Linux by Zabix Agent 它自带的一些,这个模板里面的监控像 就已经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硬件监控 那就像我们这边点击监测,点击主机 主机然后找到一台机器去看它的图形 这个图形你看常见的进程监测 Network网络流量监测 CPU系统负载和swap缓存空间 和这个disk磁盘的监测 是不是这些常见的硬件监测 它都已经有了呢,对吧 意思就是说Zabix自带的模板 已经包含了一些主要的监控像 这些都没问题了 然后呢,其次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叫应用服务监控 什么叫做应用服务监控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习的各种各样的服务搭建 比如说这个rsync服务监控 对不对啊 那我们rsync服务跑起来了 我们要去监测它的服务端是否正确存活呀 对不对啊 以及这个推拉文件是否正常呀 对吧 那这个首先你得保证的就是叫监控 这个咱就不写在这个框 写在这个里面好看啊 rsync服务你得确保监控服务器的873 端口是存活的 是不是啊 那怎么去监测它的端口呢 监测它的端口呀 我们在这儿啊 点配置点主机 然后找到它的一个监控项 监控项里面呢 来我们搜索一个叫 netnet.tcp.port 这边好像没有搜到 那咱们在下一页来找 这一页第三页看一下 第三页也没有是吧 那行 我带着来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叫有关端口的监控 使用Zabix自带的这个key去搜索 它的key呢就长这样 在一个通过net.tcp.port 然后加上一个中国号 逗号873 这就表示去监测客户端的873端口 是否正常 明白吧 那我们先给大家讲这个监控的思路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呃演示一下 就怎么去用这个key去采集数据啊 又比如说我们监测NFS服务啊 是否正常 我们是不是要检测它NFS的端口呀 同样的道理啊 叫做通过key监测 它的端口是多少呢 111端口啊 那像N这个 像这个rsync服务呀 我们监测端口存活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进行数据推拉啊 检测效果是吧 NFS服务呢 就是检测111端口 那其实写法一模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把端口号给它改了啊 111 那有关NFS这个监测除了端口还可以使用命令 我们可以使用命令修mount-e 然后加上它的IP地址 然后呢 wc-ar 看一下它挂载了哪些信息 是不是啊 这是有关NFS应用服务的一个监测方案 那下一个呢 比如说监控 mySQL数据库 是否正常 对吧 监测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样的啊 通过 通过端口 然后是net.tcp.port 这个中括号 逗号3306 是吧 那当确保它的端口存在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 mySQL这个客户端命令 尝试去链接 是吧 还有一个叫Zabix 自带了这个 mySQL的监控模板 那就是我要跟大家说呢 当我们未来有一些 这个其他的监测需求之后呀 像这些模板呀 叫互联网上啊 有大量的 叫大量的开源模板 可以下载使用啊 这些模板都不需要你这个挨个的手动去敲 那我们在这儿呢 去找一找这个有关mySQL的模板啊 来我们点模板 这是谁呀 把它插掉啊 点模板 插掉点应用 然后我们在这儿找到有没有mySQL 你看叫template db mySQL 对吧 那我们呢 byZabix agent 那我们点一下 然后找到它的监控项 看有没有这个 叫什么呀 这些key啊 都是这个模板已经给你提供好的啊 我们找一找它有没有mySQL端口监测的一个key 这个好像没有 再找一个叫template db mySQL 找到它的监控项 mySQL pin 看来它这边啊 使用了mySQL.pin 命令去pin一下mySQL主机和mySQL的端口是否存活 它是用的这种形式啊 而非使用的这个netkey去进行的一个监测 对吧 好 那我们呢 继续来看啊 这是Zabix提供了自带的mySQL监控模板 直接添加模板和mySQL的主机关联 即可 就是mySQL 然后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常见的web服务器监控 对吧 那web服务器监控就更简单了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基础的net.tcp.port 监测它的80端口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它正常与否呀 并且呢 Zabix 也提供了对web服务器的监控模板 好 那这些模板呢 我们都可以自己去找到的是吧 然后呢 我们在这可以 再来了解一下 叫监控服务的这个具体方法 好了 那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监控服务的一些方法和方案 对不对啊 那首先我们可以去回忆一下监测端口的命令 是不是可以使用net.state.ss 或者lsof这样的命令 结合grup呢 可以自己知道端口是否存活对吧 那首先我在这台机器上 Agent05这台机器 net.state.tunelp.grap.ngx 哎 我们这台机器啊 ngex已经是存活了对吧 那既然已经是存活的状况下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个在服务端进行一个数据采集呢 对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命令啊 我们采集12这台机器 采用net.tcp.port这个key 查询一下它的80端口 回车 发现它的返回值为1 说明它是正确存活了 那如果我在这pcare干掉ngx 再来使用这条命令 查看它的80端口 就是为0了 说明ngx就挂掉了 对不对啊 像这种这个采集模式 是吧 然后呢 这是一种方案啊 来我们可以给它记录一下 这是一种方案 然后呢 除了端口 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查询进程的吧 叫查询进程信息 也就是简单的ps命令 可以去查看 然后呢 也可以通过客户端连接的方式 去验证服务是否正常 比如说web服务啊 用cur查询 比如说mysicle服务啊 用sicle语句连接验证 对不对 然后又比如说 其他的这个缓存数据库服务啊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语句进行数据读写验证 对吧 那好 呃 我们现在就来教大家具体的 咱们去来实现自动发现自动注册啊 来叫做自动发现自动注册